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11月16、17号将在智力举行 总统蔡英文今天在总统辅照开了记者会 宣布将再度邀请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代表台湾出席APEC经济领袖会议 这已经是张忠谋连续两年 也是他第三度担任APEC代表 蔡总统这回还交付了两个任务 希望将我国近年推广数位国家的成果传达给各国 并将我国包容性和永续发展的经验 分享给所有亚太地区的伙伴 邀请张忠谋创办人担任我国的领袖代表 在府内召开记者会 总统蔡英文亲自宣布将再度邀请台积电创办人 张忠谋担任今年APEC大使 请各位将我们在这几年 致力推动数位社会及智慧国家的决心 将台湾推动包容性及永续成长的努力 分享给所有的国际伙伴 交办两个任务 总统对张忠谋寄予厚望 而这今是张忠谋第三度代表台湾 初始APEC经济领袖会议 民国97年扁政府时期是第一次 去年和今年张忠谋接受蔡总统的委托 也创下史上初始次数最多的记录 已经是我们的第三次 第三次代表领袖参加APEC会议 不只借重张忠谋叱扎期业界多年经验 张忠谋的夫人张淑芬 在艺术界的成就更成了她和许多第一夫人间的话题 去年在巴布亚雍吉内亚会议上 张忠谋和美国副总统彭斯 还有中国和日本等国家领袖都有互动 各界关注今年是否会和川普总统碰面 强烈表达和川普总统会谈的意愿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还没计划要谈什么 张忠谋三度出使APEC和美中各国领袖的互动 备受关注 记者林郑杰 萧日生特别报道